管人想問一下就是美國華文街日報說 就是接下來美方會大陸性提高部署在臺灣的民意最數量 而且提高的規模是已經四倍了 我相信這一點 這個證明其實上 我覺得美國是的確一直把這個 就像美國把烏克蘭當作是抵禦 就防止這個俄國壯大這個一個一個堡壘一個基地 實際上美國是把臺灣把中華民國當作是防止中國壯大 防止中國這個強大的一個前哨戰 那其實這從美國要駐軍 美國要駐軍 美國要派我們派軍過去學習派兵過去學習 這個證明了是讓臺海局勢的確是危險的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不危險 美國沒有必要去做這些動作 那為什麼會危險呢 中美兩大強權當中我們變成了刀上主 支持了 那個美中特別委員會 以及拉格台灣 那希望今年夏天在臺灣開這個臺海安全政會 那你指引就是說是來臺行政主權嗎 而且如果他就是要來臺 應該是我們就發揮的主導嗎 沒錯我前一陣子就聽到這一類的傳聞 不知道是真是假 如果美國或美國相關的行政部門 包括國會 來臺灣 其實不是只有美國 世界各國都一樣 我們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如果要在我們的領土上 行使他們相關主權的行為 這個事實上 這個事實上是對我們國家的不尊重 除非他做是一種 非官方是民間的類似一種 活動 或是演講 論壇 這個當然是沒關係 如果怎麼可以在 如果是在我們國家的領土範圍內 那做 行使他主權的行為 講這個聽證會 大家可能就比較聽不懂 如果講警察好了 美國的警察可以到 中華民國領土上來做 抓捕犯人的行為嗎 當然是不行啊 因為行使這個司法逮捕權 這些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 司法警察才有的 才有的這個權利嘛 這是主權行使的一種行為 所以 如果 要做這樣的事情 這樣是愉悅的 這事實上是侵犯我們的主權 那 我不相信我們國家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政府 願意做這種喪權辱國的事情 這個 任何國家 其他國家不管是 多大多小 跟我們多友好多不友好 都不應該侵犯我們的主權 這是我們維持我們主權獨立性 就像世界各國 當然世界各國有很多大國 你比如說美國 英國 德國 很多世界的大國 俄羅斯 中國大陸 我真的這麼多 他們沒有 沒有一個 政權應該到我們的領土上來 比如來當 去逮捕我們的人民 他們的警察 不能來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 這個是侵犯我們主權選 我非常反對 我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有企業燈爆 你說企業燈爆怎樣 你說企業燈爆怎樣 企業燈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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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國民黨這個機制就要好好的考慮 那也希望這個真的有 我們真的有 領導 真的有 援手 就有執政的人 可以真的幫民眾 解決很多經濟問題 然後 讓台灣人民過更好的日子 我覺得這正面的 郭委員怎麼看 因為其實這個去年的過年 就已經爆發 就缺彈危機 那這個網紅 我也有提到說 這個去年3月開始 從日本進火雞彈大概10月的時候 紅瑜的林圍起沒有感酸 就沒有在進口 那就少至900萬的機彈 但是農委會卻沒有 用任何的進口計畫的配套措施 會不會覺得這個缺彈 不是天災的人禍嗎 第一個我們看到這個農會已經表示 要在澳洲進口500萬的彈 這個表示國內的確是有缺彈的危機 不是像一些 綠營的名嘴說的 這個是一個認知作戰 缺彈危機的確存在 那實際上也很多民眾 發很多照片給我 告訴我說在我們家附近的 超商的貨家上面 都限購 而且都沒有彈 那第二個 一個政府 如果連這種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都辦不到 而且是年年的這個能力失調 去年就缺彈 今年又缺彈 去年既然發生過了 也給你一年的時間去部署 後面的這個可能發生的情形 這種最基本的這個民生的經濟供給 你都做不到 這個政府就是不懂得反省 這個政府就是沒有以民為戀 比如說 我知道去年還前年也有缺水的危機 水庫水位下降各方面 我看到今年又將又看來又要面臨這個缺水的危機 缺蛋缺水缺電 大概大概也當然也缺工 所以大概現在四大缺 這個政府做到什麼 只有缺 只有不缺官員吧 只有不缺不用心的官員 所以沒有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心上 然後一直在倒風箱說這是認知作戰 就是用我們的只想跟以前一樣 這個只想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吸我們納稅人的腦 那沒有真心在為百姓做事 他的意思是說 政府應該就是趕快解決問題 像當然進口500萬的澳洲進來 那當然是 治標的一個方法 那我事實上也很好奇要問 那如果 人為會一直說這全國的這個全世界的議題 情流感 那為什麼澳洲沒有缺蛋 我們還可以從澳洲進口500萬呢 這個不是相互的漢格矛盾嗎 所以 郭董事之前把這個危機反映出來 現在說至少政府做了一點事情 好 我們 我們當然要看到政府做一些 趕快做一些立即的這個改善動作 但是最重要是 後續的以後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一直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表示這個政府不在乎人民的感受 不在乎經濟的需求 那這個政府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這個執政的政黨還應該繼續執政嗎 我想百姓會有感